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中國出現了60年來首次人口負增長, 而政府方面頒布各種措施, 譬如財政補貼或相關優惠司徒提高生育率, 但對未來感到悲觀的幾乎都是現在中國青年的共同, 愛怨就叫做, 有好多人決定, 甚至是口號形式地說要做自己家族的最後一代。 根據媒體報導, 有一位25歲在上海住的女生就說, 她說中國年輕人普遍都對前途好迷惘, 亦都覺得生活壓力好大, 她說生小朋友只會增加生活的無奈, 而她表示,中國出現了60年來首次人口下降消息, 亦無改變她對婚姻或生小朋友的想法, 她說身邊好多朋友都不願意跟著上一輩去做, 何況現在中國年輕人都受個高等教育, 不容易被傳統的家庭觀念說服得到。 另外, 現在中國的生活壓力都幾大, 亦都是對這些年輕人, 對於成家立室是沒什麼強大的慾望。 另外一名她來訪問的27歲青年就說, 現在工時漫長, 而且工作亦都不是自己好想做的事, 低身而且度度都通貨膨脹, 中國的年輕一代其實好難養到小朋友。 她表示, 現在大陸對好多事都可能個審批比較嚴格, 再加上自己人工又不高, 又不知怎樣可以確保自己的小朋友可以有一個快樂的童年, 所以好多人就不想自己的小朋友來到這個世界受苦。 現在過去三年疫情期間, 亦都有好多的風控措施, 影響了中國的社會, 甚至乎好多人的心理不多不少, 是有些叫做不好的影響的。 而且這三年了, 偶爾又風控一下, 其實好多人開工方面是開不足的, 是要食他們的老本去支撐著自己的日常生活。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, 你說生小朋友這一樣東西, 好多人都會是比較上, 比較上就不太上了, 而且她亦都講到, 工廠和這些快递甚至外賣平台, 是無辦法為工人提供一個基本福利, 就變得越來越多人爭著想去做公務員。 所以現在清零的失業率, 在疫情期間達到一個新高了。 而根據資料顯示, 在2022年的12月, 中國16到24歲的失業人數已經去到2000萬了。 而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, 在2022年的7月, 中國的青年失業率是去到19.9%, 現在理論上來說應該是會有所下跌的。 而目前有不少的中國城市, 亦都承諾補貼撫養三個小朋友的家庭, 和有一個鼓勵買房, 但可不可以吸引到年輕人仍然是一個未知之數? 深圳和濟南這些比較有錢的城市, 已經承諾三年內會發一個補貼人民幣兩萬元, 給這些養三個小朋友的家庭, 但只有那些打算生小朋友或是生更多的人, 才會是去嘗試申請, 不想生更多個人其實都是佔了大多數, 甚至乎現在社會已經和之前不同了, 太多娛樂太多東西玩, 所以失業率短期內要提升上去是比較難的一件事, 現在當務之急可能就是經濟上要盡快恢復, 失業率慢慢降低的同時, 他們亦都可以儲回一定的積蓄, 這樣的情況他們可能會繼續考慮去生自己的小朋友。 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啦,我們下集再見啦, 還有記得訂閱我女頻道啦,拜拜!